918的强政不只带来了灾情 玉璃当地人口中的龙脉也被震道消失了 玉璃镇的圆环玉泉池 因为地底涌泉 过去曾经有许多的风水传说 是在地的重要地标 没想到强政过后 圆环周遭出现了裂痕地下水走位 导致蓄水量下降 池水就很快的见底了 当地人忧心玉璃的龙脉被破坏 恐怕会影响到陨市 喷水池就快干枯见底 井怡奋力的游啊游 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搁浅 花莲玉璃重要地标圆环玉泉池 但地震后竟然缺水 玉璃当地民众表示 以前在干旱水位最少还有一半 但现在水都枯掉了 这些大地震真的差很大 水都枯掉 剩下你看看只有水底那一些鱼儿 靠那些水在那边 由于地底有天然泳泉 被玉璃人视为龙脉土水 是块风水宝地 但现在不只是圆环军裂 结构受损 地震也导致地下水移位 水量骤减 池水也只剩下二三十公分 当地人更担心 龙脉消失 风水运势会跟着不见 水位都跑掉了 现在那个地下水 完全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整个都干掉了 那个圆环的水也是都没有了 对啊 现在是说风水会整个会改变了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要改变到什么样子了 玉璃当地人口中的龙脉 也被震到消失 玉璃镇圆玉泉池 因为地底涌泉过去 曾经有许多风水传说 是这一地的重要地标 没想到强震过后 周围的环境出现裂痕 地下水走位 导致蓄水量下降 池水就快要见底了 当地人忧心 玉璃龙脉被破坏 恐怕影响运势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